四川省甘孜州道成县是不少人的必到打卡地 不仅拥有被称为蓝色星球上最后一片净土的道成亚丁 还是不少影视作品的拍摄地 如今距道成县城仅两公里的山坡上发现了皮洛遗址 该遗址入选2021年中国考古新发现 据了解 皮洛遗址的年代至少在距今13万年前 平均海拔3750米 面积约100万平方米 在已挖掘的200平方米范围内 已出土上万件实质品 并发现了连续的7个文化层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皮洛遗址考古项目执行领队郑哲轩 日前接受中心社东西问独家专访时表示 皮洛遗址是一处时空位置特殊 规模宏大 地层保存完好 文化序列清楚 一物一技丰富 技术特色鲜明 多种文化因素叠加的罕见的超大型救识器 时代矿疫遗址 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有为重要的是以此发现了数量丰富形态规整技术特色技术成熟的首府和保人府是目前我们在东亚地区发现最典型的阿舍利晚期阶段的文化遗存也是目前已知的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阿舍利技术产品为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莫维斯县论战画下了休止符 据了解 披洛遗址发现了典型阿舍利遗存填补了该技术体系的关键空排区和缺环 连接起了108次大陆中国甚至朝鲜半岛的阿舍利文化传播带 对认识远古人群天性文化传播交流具有特殊价值和意义 无论首府还是砍杂器 只要能够保障人群的生存发展繁衍就是最适合的工具 所以说先进落后本身也就是一个伪命题 郑哲轩说目前的发掘成果揭露出皮洛遗址至少包含了三种不同的石器工业体系 初步研究显示遗址上部地层的年代不晚于距今13万年 首次建立了中国西南地区连贯具有标志性的旧石器时代特定时段的文化序列 皮洛遗址连去的文化成的发现 表明早期人类在约10万年的时间内反复在此处活动 这也为研究早期人类征服青藏高原历史进程 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同时多种不同的石器技术体系汇聚在这 也表明早期人类运用了多种方式来适应青藏高原的集中环境 据介绍皮洛遗址所处的青藏高原位于东西方交流的十字路口 现有发现结合其特殊的地理位置 可以证明旧石器时代至少青藏高原东原 不仅不是一片布毛之地文化荒漠 反而是一个文化交流汇聚之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